我们今天说这军师呢 其实我们说这军师 实际上还是由军师联盟这部剧引起的 这个军师联盟呢 这部戏呢 在社会上引起这个很大的关注呢 当然有很多原因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吴秀波 吴秀波出演 在这部戏中 吴秀波呢 他沾了一便宜 他沾什么便宜呢 就是他到了当师爷的这年纪了 这个第一年龄合适 男人四十多岁 是黄金时期 第二呢 有很多经历 他这些经历呢 让他在表演中呢 都有感受 能屈能伸 他演司马仪一定是能屈能伸 我看过吴秀波的一些采访 其实我挺认真的看的 就是吴秀波本身 他就是北京人嘛 就是我们北京人 他84年的时候考进中央戏技学院表演系 说起来就是科班出身 他呢 后来呢 在这个话剧团呢 干了一年 结果呢 肚子不舒服嘛 被误诊为肠癌 结肠被切了四十厘米 切这么长 那我觉得这事很可怕 但是这肠子没事 肠子你比如肠子切了没事 胆摘了也没事 他切了肠子吧 我摘过胆 胆摘了没事 就头一礼拜不舒服 一礼拜以后啥感觉也没有 所以呢 人生都有结 人生都有结 后来吴秀波呢 演艺生涯不顺 不顺他干嘛去了呢 他就混迹于酒吧筑唱 他喜欢唱歌 他自己把自己的这个 二十岁到三十岁啊 这个青春年华 小鲜肉年华呢 在酒吧过去了 在酒吧生涯中呢 就是风花雪叶 你想想酒吧那地儿 是吧 但是你在风花雪叶中呢 你能看到 人生百态 我年轻时候也愿意进去 好玩 里头什么人都有 现在你让我进去 我都扫子慌 是吧 我岁数大了 我不好去 其实我想不想去 我偶尔也想进去看看 但是岁数太大了 不好进去 吴秀波呢 他特别喜欢唱歌啊 当时那个唱歌呢 可能是他的挚爱 自己还投资 给自己出专辑 但是呢 他呢 内心呢 又比较孤傲 所以跟这个司马仪特像 很孤傲呢 他抵出这种商业啊 觉得你老东这种商业手段 商业手段 特别见不得人啊 就很多 你看那些明星啊 有多少粉丝呢 粉丝有时候是雇过来的 你知道吗 他在那儿痛哭流涕 都是假的 是哭出来多给钱 你哭少了不给钱 所以你看那个 镜头中很多那种粉丝啊 他不是真的啊 你千万不要以为是真的 那么吴秀波 年轻的时候 这唱歌呢 这就是一养家糊口的事 唱歌在酒吧 唱歌挣不着大钱 所以都想做生意 所以做生意 开发廊 开饭馆 干什么啊 跑来跑去呢 按他自个儿说 两年开了七家饭馆 这一听就没戏啊 就没戏 所以他特别爱什么呢 爱这个交友啊 种义气 你知道这北京人 北京大爷啊 这虽然他不是大爷啊 这是北京大叔啊 都有这北京人这个讲义气 那么后来这生意呢 都是做的这个 听着大啊 实际小 赚不着啥钱 最后呢 就是出问题 出问题以后呢 你知道 我看到那一段书 我看到他采访 和他那个拍的那小片里 我还挺受感动的啊 就说 他生命中遇到一人 其实还不是什么遇到这人 这人都是名面上的人 刘培 刘培 他老说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贵人 当他的生活 这个到了绝境的时候呢 刘培就主动找上门来说 说秀波啊 你就做我经纪人吧 这个 一个人啊 这个 男人啊 男人 在陷入捷径的时候呢 有时候他还照顾这面啊 所以呢 吴秀波呢 自个儿心里很明白 就朋友帮忙嘛 所以呢 就去当这经纪人 当这经纪人 就他这种在 我告诉你 在酒吧里干上十年的人 一定一身毛病啊 干不成这经纪人 但是呢 朋友宽容啊 所以 这个就是 刘培人自个儿 谈下的合约 都比这经纪人谈得多 就是他对这个事 不是太在意 就是朋友在一起 高兴就得 所以刘培呢 对这个吴秀波的评价是什么 说他点儿当当 其实点儿当当 我觉得太对了 北京人啊 能有点出息的 差不多都是点儿当当 一开始啊 我也一开始点儿当当 我在那个 早年我在工厂说 那个厂长就说 马云都这人不行 他这人就是点儿当当啊 点儿当当是我们的年轻时候 一特征 其实内心呢 都是挺积极的 就是表面上啊 表面上可能我们生活的那种环境是这个状态 所以 人家吴秀波就说 别人一说他点儿当当 他其实心里还挺舒服的 要说他是个艺术家 他觉得倒别扭了 那么 我跟吴秀波啊 这个聊过天啊 聊过天 我对他那个感受特别好 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他这种真诚呢 到了年纪啊 就特别容易感动人 所以他有一个那种大叔的感觉 所以喜欢他的女性呢 就特宽泛啊 就是他不是一个低龄的追逐者 你看我们很多小鲜肉 他只有低龄的追逐者 虽然有很庞大的粉丝群体 但是年龄都偏低 那么你看吴秀波啊 70后80后90后都有人追 追他的人都特别宽泛 每个人想象他不一样 你比如 岁数大一点的女性呢 就想他是不是有丈夫这种身影啊 这个年轻一点的人说 哎呀他看着我像我童年时候的大哥呀 再小一点人看着有点像父亲啊 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 那么我对他的感受啊 我觉得一个男人经过了生活的魔力 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有一个诚恳的心是很难得的 我跟他聊天也就是几句并不深 我跟实际上我跟吴秀波并不熟 我对他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于公共媒体 我很希望他看到我说的这一段啊 就是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你到官复博馆来看看啊 看看我们聊聊天 其实吴秀波在他成了大名以后 依然保持自己那种很谨慎 很谦虚的一个态度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呢 都是会有起有福啊 年轻的时候受点罪 受点磨难 我觉得太正常不过的 我一直说一个人一生中年轻的时候受磨难 对你一生都是好事 我年轻的时候从十几岁就离开北京到东北去 18岁又再度下乡 离开父母 到20岁又回到工厂做了几年工人 我觉得人生中每一段 你今天回过头看 回过头去想 都觉得是你一生中最难得的财富 我想这一点吴秀波一定有所领悟 要不然军师联盟 他也演不了那么好 要不然军师联盟 他也不能当这个制作人 并有一部剧特别火 我身边的人大量的人给我念叨 劝我去看 我一打听 四十多集我实在没这时间 这四十多集一天看一集得看一个多页 一天看两集也得看二十多天 一天看三集我实在就扛不住了 这什么戏呢 叫军师联盟 我没看 先告诉你我没看 我没看我怎么说呀 所以我就没法说 但是这么受欢迎 一定是值得看 如果我有休假 我就带着这部剧 休假 吴秀波主演 监制 以我对吴秀波的了解 我想 他肯定很认真 演也认真 制作也认真 我看了一些报道 说他为这个事非常较劲 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 这个电视剧讲的是军师联盟 我们今天就讲这军师 师爷 师爷呀 他是一俗称 过去这北京人 什么都叫爷 北京人的爷呢 是不一样的意思 比如 大爷 这大爷叫法就有这个语音的差异 如果说啊 那有一位 来了一位大爷 这人是生人 是客人 是惹不起的人 叫大爷 如果说那来了一个大爷 就是熟人 就是熟人 就是能惹的人 有时候再说你大爷 那就是骂人 所以这个大爷和大爷之间 是有差 微妙的差异的 师爷在历史上起的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一参谋 替人家出主意 你知道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是无形的 叫独意 人家给你出一个主意 你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或者你发明了一个东西 这主意很有价值 但是啊 这个师爷的地位并不高 我们老说有下九流 上九流 还有中九流 这种版本特多 咱就不提了 上九流咱也不说 上九流肯定有帝王 排第一 中九流咱也不说 咱说下九流 下九流中啊 师爷排老大 师爷还真往上排不了 排不了上九流 也排不了中九流 能排到下九流的头牌 下九流的头牌就是师爷 其次就是崖差 给崖门里当差的 那最后都是盗窃昌 这些都是最后 我们先说这师爷 为什么排在下九流的第一位呢 就是因为他也是伺候人的 师爷的历史很长 他这一词 最早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我们没法去考证 但是呢 望上朔齐 元流呢 能可以找出来 他是在周代就有了 周代的时候叫什么呢 叫牧人 牧后之人 牧人长围 就是围墨 我们老说运筹围墨 牧人长这个围 所以他是牧后之人 那个在这个周里中什么 都有这种文字的记载 那么牧人最初呢 一开始他是掌握的 就是牧后这些就是打杂子 后来呢 就给这王呢 这个朝晋的时候 会见的时候 干什么 就是给他张楼 张楼的时候 有时候就出点小主意 所以这个牧人呢 慢慢慢慢的 就由干具体的事 变成了一个出主意的人 到了汉代 汉代的幕僚制度呢 就基本成型了 牧府一词最早建于史记 连泊和令象谷列传 它其中就有了牧府这一个词 你知道牧府呢 在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段 就日本的牧府时代 他当时牧府的权力 由于掌握军权啊 掌握兵权呢 曾经啊 一段时间凌驾于天皇之上 它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机构 所以呢 牧府这个词最初是中文的 后来被日本人去拿去应用 应用了多长时间呢 应用了大概有将近七个世纪 七个世纪 牧呢 最初呢 是指 两军交战 军队搭的那个帐幕 我们不说运筹帷幄吗 就是这个帐篷 府呢 最初是指放这个 王室放财宝和文件的地方 那么 其中啊 就是所谓的佐治人员 就是辅佐的人员呢 就是就叫什么文书啊 这些等等啊 参谋都统称为幕僚 幕府时代啊 日本的幕府时代是 公元185年到公元1867年啊 存在了将近七百年 所以呢 我们的这种过去的啊 这种传统呢 对我们的后来的影响啊 就唐以后的影响 并没有那么深刻 但是对日本的影响 非常的深刻 东汉到了末年的时候呢 各派的这个豪族军阀 拥兵割据 在割据以后啊 为了确保自己的发展呢 就争相将天下 明世呢 就罗之幕下 到了你的幕下 为你呢 这个效劳 这就导致了幕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那么代表呢 人物我们在各种的文学作品中 影视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比如张良萧和啊 刘邦的幕僚 范增是项羽的幕僚 诸葛亮不用问 刘备的幕僚啊 周瑜 鲁肃 陆逊 是孙权的幕僚 还有就是我们军师联盟中提到的郭家 郭家作为曹操的第一模式 奈何英年早逝 所以就有这样的话 说郭家不死 卧龙不出 那么巡域呢 杨修以及这个军师联盟的主角 司马仪呢 也是曹操的谋士 这谋士有多重要呢 就是一个人的脑子是不够用的 你多聪明 你都有死角 你都会有想不到的事 如果你身边真有几个好的幕僚 死心塌地的帮你出主意 你就会高人一等 想法高人一等 你才能够得胜 其实人和人之间不是拼体力 是拼智力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能成功的人 都是智力高人一等 并不是体力高人一等 我们看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瘦得跟小鸡子似的 他根本打不了仗 他跟你动不了手 但是他可以跟你动脑子 那么东汉以后 进入中国的一个分裂时代 三国两进南北朝 这个时期三百多年 中原地区一直战乱 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苦痛的一个时期 一直到隋唐以后的中国重新统一 中原的这种战乱 是使北方的世人大部分就南下了 失去了原来的土地 中原地区你看各地出土的文物 你能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到汉代的文物 大量都是兵马俑 为什么 老打仗 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 这人文人雅士 我们都知道竹林七贤 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词 叫什么呢 叫牧宾 宾客 那么牧宾这个词的出现 可以证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的兴盛 文化兴盛以后 这个名词都会有所改变 所以牧府呢 又被称之为连牧 比如唐代 唐代在用人制度上 跟南北朝 这个危机南北朝时期 就有所差异 比如牧寮辟宾客 要奏文朝廷 参谋这个词 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那么到了宋代 到了宋代 北宋出的时候 统治者呢 鉴于藩镇势力 导致中央大权旁路 对牧寮制度呢 就进行改革 因为这出主意的人不一定都出好主意 还有出搜主意的呢 牧寮聘用的呢 就由这个自辟改为了中央任命 就是你自个儿去找人不行了 中央给你派人来 你身边不能自个儿找人 你自己找的人 那人都比较危险 树木呢 由不确定改为了名额限制 就是你过去找人 我自个儿有钱 我自个儿支付得起 我就多找一些牧寮 那牧寮人一多就就闹事 所以呢 中央政府呢 就要消其他的这种功能 改为了这个中央的这种集权制 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呢 牧寮逐渐呢 与这个长官呢 就开始脱钩出 成为了这个牧主之下的左治人员 什么叫左治 就是帮忙了 帮忙辅佐的人员 而定行了 就变成定行了 牧寮啊 牧寮的发展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到了明朝以后 师爷这个名称就开始逐渐要出现了 我们一般都认为啊 师爷这个词汇呢 就发断于明朝的中晚期 但是史料是非常少的 清代呢 这个有人就推测说 牧友呢 不知始于何时 大概是明末清初 明朝啊 后期有个人叫这个王守仁 大哲学家 就是王阳明 他说呢 凡建贤于朝 与自己用人呢 有字不同 自己用人呢 全度在我 虽小人而有才者 亦可弃使 什么意思呢 他说凡你推荐这个 有本事的人给朝廷呢 他跟自己用人呢 是不同的 自己用人呢 这个权力在我 就是我权衡他 我揣摩他是在我 虽然这个人是个小人 但是他有才干 我依然可以用他 我为什么可以用他呢 是因为我能控制他 所以这个学者就认为 王阳明说的这个 自己用人呢 指他就是师爷这样性质的人 明代绍兴旭立邦呢 就开始兴起 是清代绍兴师爷的一个 这个前身 旭呢 是一种 就是我们就办事员 利呢 就是最小的官啊 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 科级官员啊 就是这些 就属于蓄立 这个明代有个人 叫王施兴啊 在广志义中呢 他这样有 正让一段记载 很有意思 他说朝廷上的 自九卿 下至贤曹戏局 书立 基本上都是阅人 他啥意思 他说朝廷上的大官啊 上至比较大的 这种大文书 一直到下面这些 这是细小的官员 凡是秘书们 基本上都是 阅人是哪儿 就少兴人 就少兴这个地区的 所以明代小说 省事横衍中也说 少兴人呢 是把书立当成一种生意来做 你看这就有意思了啊 他是把这种秘书 这种工作啊 当做生意 什么事一当做生意 他就立刻就会发展起来 所以呢 绍兴的这个书立啊 经常采用一种方法 黑化 叫飞过海 什么叫飞过海 你知道我们从海上过去 一般都是划船过去 他飞过去 没有飞机啊 飞过去 他怎么飞过去呢 行贿 行贿 做官的途径 这种办法呢 就是绍兴 就是阅人积累了很多 这个选官的资格啊 以及天下的所有的这个衙门里的 这牙官呢 这种小官呢 差不多都是他们的人啊 一大半都是出自绍兴 所以绍兴自古出师爷 绍兴啊 我们这里说的绍兴呢 不是指今天的绍兴这个地域概念 绍兴周圈 比如山音啊 会计呢 萧山 朱继 于瑶 上渝 盛县 新昌等等 这些地区呢 都就是杭州湾这一大片啊 南岸 从东进起呢 这一这一个都是文化中心 这块人的文化牛啊 文化厚啊 人才辈出 所以就出了师爷 钱穆先生在中国政治得势中呢 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他说呢 明代有个理学家呢 叫陈启廷 他有个朋友到绍兴当支县 他写了一篇文章送行 大意是说呢 天下治乱在六部 而六部的叙力完全都是绍兴人 希望他到绍兴呢 注意教化这些续吏的家庭 这些小官小 小官小吏啊 如果这种续吏变得好了 天下就变得有志了 照着钱穆先生的话说呢 就说 大小的事啊 都要通过这种精神的治理来 使这个国家改变面貌 清代 师爷呢 是个全盛的时候 清代的地方官啊 地方官上至总督巡抚啊 到巡抚都省长一级了 你想下至知州知县 一般啊 都要聘请若官 师爷呢 帮助自己处理政务 以周县而论 当时清代啊 全国共有1500多个周县 绝大部分的周县呢 都有师爷 每一周呢 聘的师爷啊 多则十几个人 少则也得两三人 合计起来啊 这个周县的师爷 不下万人 如果再加上 总督巡抚啊 这个布正司啊 岸查司 知府等衙门啊 他的师爷 那个数量就非常可观 所以 美国人啊 费正清呢 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说法 就是这样 说随着官员 在省级和地方一级的 这个职责的加重呢 牧有的规模和人数 也随着增加 到了这个 就是十八世纪末 就是前家时期呢 这些助手呢 就这些师爷们 他估计有七千五百人 其实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啊 他这个都是猜出来的 外国人猜中国的数字 我觉得有的都是猜出来的 所以当时 这个社会上流行一句谚语 叫 无幕不成衙 就没有幕僚 没有这些师爷都不成衙们 晚清啊 你比如曾国藩 他的幕府人才鼎盛啊 形成了 中国近代军阀史上的这个幕僚 你比如清朝到了这个 清朝师爷种类繁多啊 你比如我们知道的 有行明师爷啊 前古师爷啊 挂号师爷啊 有这个帐房师爷啊 教读师爷啊 有荣木师爷啊 著书师爷 合工师爷等等 就非常的多 那么这些师爷呢 他你不能说他没有作用 他确实在社会作用极大 要不然他不会社会上 养这么多师爷 我们有很多名人当过师爷 林泽徐 大名鼎鼎啊 当过两江总督 白陵和福建巡抚 这个张诗成的师爷啊 他当过两个大官的师爷 比如李鸿章 曾经是曾国藩的师爷 左宗棠 曾经是骆炳章的师爷 你想这些都是在近代史上 大名鼎鼎的人 这些都是师爷 你比如袁世凯啊 与老残游记的作者 刘恶 刘铁云呢 都做过山东巡抚张药的师爷 鲁迅 绍兴人吧 鲁迅家族有十多个人都当过师爷 所以说绍兴出师爷 清代是师爷的全盛时期 他原因有很多 第一呢 是清代许多官员文化 这个程度不太高 对文化呢 不懂得文治 文治跟武治是两回事 所以呢 他就需要聘请师爷 帮忙处理政务 第二呢 清代的官员呢 大多呢都不按这个行明啊 就清代还是有时候按照这个法律行事的 包括前古的管理等等 这些知识都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就聘请师爷 再有呢 就主管官员为达到个人的这种 集权的目的 需要有人呢 在中间呢 帮自个儿的忙 自己要绝对信任这个人 就他私人要有一个智能团 再有就是地方呢 特别是直接统治百姓的这个 周县 衙门啊 公务 相当繁聚 官员忙不过来 所以只能聘请师爷 干活 你看现在啊 现在有很多 这个反腐的时候 有很多官员啊 被抓了以后 他的秘书都会被抓 为什么 他秘书跟他是沆瀣一气 那秘书就是过去的师爷 清末民初 师爷就开始没落了 他为什么没落呢 因为张之洞废除了行名师爷 这师爷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标志 师爷衰落以后啊 社会上对师爷的看法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过去好像在文学作品中啊 在电影中看到师爷往往都不是一个好人的形象 没有正面形象 那我们说历史上啊 有多少著名的师爷呢 比如我们一说诸葛亮 什么功绩呢 戒东风 草船戒剑 控成绩啊 这些都是诸葛亮的计谋 比如汉代的张良 他与韩信和萧和并称汉出三节 张良不是用兵如神的军事人才 也没有打过什么出色的胜仗 但是张良对 绝对是对人心和时机有极强的洞察力 所以他可以给你出谋划策 比如唐太宗的啊 幕僚啊 魏征 其实魏征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剑官啊 一生中给唐太宗这个 禁剑啊 次数不等啊 说法不等 几百次总是有的 给唐太宗出了很多主意啊 很多主意载入史册 我们由今天用的很多成语 都来自于魏征当年对唐太宗说的话啊 比如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等等这些话都是魏征当年说给唐太宗的 那么宋代呢 宋代有个非常有名的人叫赵普 赵普出生于一个小历的世家呢 所以呢 他熟悉正是在学问 但是他在学问上是有所欠缺的 他青少年时期又躲避战乱啊 所以频繁搬家 所以他的文化的这个学习呢 对中国传统啊 学习都是断断续续的 他没有非常好的文化教育 所以说半部论语至天下嘛 赵普多次鼓励赵普呢 就去多读书啊 所以这个赵普晚年的时候达到了京师百家呢 这个能够长存己案啊 所以他这个晚年的这个学问还是很不错的 赵普实际上是以后周显德三年呢 进入赵匡印的幕府 一直到北宋开国后啊 独享十年 宋太祖在开保六年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赵普呢 从宰相的位置上呢 罢官 他为啊 就赵普为这个赵匡印啊 宋太祖呢 这个做幕僚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始终为他出主意 赵普是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嘛 他是赵匡印的这个能够登上 这个皇位的主要的功臣 就是他鼓动他嘛 他就让他下决心嘛 这时候你知道 一个人在犹豫的时候 非常希望这个幕僚能帮你下这个决心